大家好,请允许我翻看一下今天的任务目标 找到了,就是它了 那我们就从这儿开始吧 这样慢慢地拼装 货车操纵室就差不多了 我们再给它拼装车舱 连接起来 接下来,我们还得做最后一个部件 把这个连接在车舱后面 火车就拼好了 大家好呀,今天又是我带大家拼装车辆 这次我们是在铁轨上进行 要注意安全哦 我们来将铁板装好 现在,我们将在车子前后装上围栏 现在拼装下车后的安全措施 谢谢你的帮助 不必客气,这都是我该做的 你稍等一下,我会尽快给你完成 现在,车子已经基本完成 方向控制杆已经装下了 等我去拿一下启动装置 最后再放上这些挡板 等等,还有发动机排气装置 现在就完成了 允许我检查一下 这也太棒了